韩丽到了大殿中的时候啊 古双浦和突梅大汉都已经到了 而前去接应的马姓老者和另一名背部威驼脸色苍白的锦袍修士 正和两个人说着些什么 慕容兄弟英宁等人正在和另外两名陌生的结单旗修士站在旁边听着 脸上尽是凝重之色呀 不过英宁见韩丽进来望过了一眼并奄然笑了笑 这突梅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故作轻松地介绍道 啊 韩导游也来了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主持天台鼓的补云鹤导游 这位是洛云宗的韩导游 见此情形 韩丽这心中微微一沉 看来情形比想象中的 还要不太妙啊 韩丽嘴角露出一丝善意客气地说道 在下早听陆兄说过补兄的大名了 道友能够安然脱身 真是可喜可贺呀 这补星修士 从其他人口中知道韩丽的存在 脸上没有露出惊讶之色 反而苦笑地说道 在下这副狼狈的模样 真让韩导游见笑了 这次多亏了马道友出手接应 否则还真有些危险 说吧 看了看马姓老者 啊 没什么 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 倒是那些追兵 我还未出手 便主动退去 还真是让我有些郁闷啊 补星修士说道 这是道友那件古堡 声势太惊人了 那些追来的木兰人 没有把握之下 自然是不肯硬碰的 不过这次法事的入侵 真的和以往几次大不相同啊 不但训练有素了许多 而且其中 携带着上古巨兽 更是厉害至极 不但皮糙肉厚 身披战甲 体型庞大的惊人 而且加上了被加持的 多种古怪的禁法在身上 一旦被其闯入大阵之中 这大阵被攻破 是迟早的事情啊 补星修士说着 脸上竟现出一丝 心有余悸的神色 韩丽文言一证 不禁脸线古怪的问道 难道连道友的原英旗修为 都无法伤害那巨兽吗 虽然早就知道 这次的法师大军携带的巨兽 不同一般 但竟然厉害如此 还是让韩丽有些难以相信 以我的修为 再加上法宝的权力 以击倒也能够伤到刺手 不过当时我被两名高阶法师联手攻击 根本分身无瑕呀 这才导致大阵被巨兽所破 陆道友 这里有马道友等援军 应该不会像在下 天台谷那么容易丢失吧 谷双谱这时候 有些阴沉的建议 不道友 这对法师中有多少 大上师级别的法师啊 若是人数不多 我们五名元英旗修士 一起出动 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就算不能灭掉一两个 元英级级别的法师 但也能重伤他们呢 补云鹤叹了口气 不太赞同的说道 唉 这恐怕要让谷兄失望了 虽然没有和他们一一交过手 但除了两名露面的大上师之外 我还见到另外一名 后面传信过来 让我们多加注意陌生法师 那个人虽然一直没出手 但身上的气息的确诡异之极 可能真是什么异类所化 况且除了这三人之外 我也摸不准 是否还有其他高阶法师 暗藏其中啊 这样啊 突梅大汉文言 点头也赞同 嗯 看来啊 先探量一下对方的实力再说吧 若是对方实力过强 我们还是要依靠大振和对方对峙 反正现在的任务只是给后面争取些时间罢了 古双谱 古双谱 眉头皱了皱 露出无所谓的神色 没有再坚持下去 韩力和马姓老者更是没有其他意见 于是下面 突梅大汉 先让冲须道士带着补云鹤去静视疗伤 并又吩咐宁英等修士 去将击溃的天台谷修士都安排一下 并随即命令增添看守大阵的人手 看着陆星大汉这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 韩力暗自点点头 看来九国盟派这个人独守一面镇守此处 倒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就在这时候啊 店内众人忽然听到一阵轰隆隆的战鼓声音 隐隐从远处传来 并且声音是越来越响 如同晴天雷鸣 店内的众人脸色都未知一变 马姓老者脸照寒霜 目露杀鸡的说道 看来这木兰人追得倒挺急的 我们前脚刚回来 他们后脚就到了 也好 我们先去会会对方 看看这对法事中有什么厉害人物 再说吧 这一次要辛苦三位道友 你们两人也跟我们一起出去一趟 毕竟你们和他们是老对手了 对方有什么阴毒手段 也能提前提醒一二 突眉大汉先是冲着韩力三人一抱拳 然后一扭头颅 对那两名跟随浦云和一起败退的截然修士 吩咐道 那两个人呢 一个浓眉大眼脸色有黑 一个马脸细眉有些阴沉 此刻听陆姓大汉这么一说呀 互相对望了一眼 二人当即抱拳满口答应 而韩力这时候却往鼓声传来之处悠悠地望去 脸上面无表情 不知心里头正在想着些什么 在黄龙山的南面 一大片黑压压的木兰法式啊 正乘坐着数种奇形怪状的飞行法器 整齐地在高空排列着 俯视着足有数十里宽广的碧绿雾海 在法式大军的最前头 有十几个人并肩而立 身上各种灵光宝气闪烁不定 那正是木兰人的高阶法式 而在这些人中 有三个人最为惹眼 一个红光照体 一条怪异的碗口粗火蛇 缠绕他身体四周 猙獰可步 另一个枯瘦奇高 就如同那竹竿似的 似乎一阵风啊 都能给他吹倒了 还有一个则黑袍照体 看不清面目 但全身泛出妖异的黑气 并隐隐有鬼哭声 从其袍中发出 让人不寒而立 不敢靠近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其他人都簇拥在另外二人身边 唯有这黑袍法式孤零零一人 浮在人群前头 仿佛和其他法式不是一路人一般 而其他法式望向黑袍人的目光 也躲躲闪闪 宝含着敬畏之色 但若是细看呢 就会发现 这种敬畏当中 竟还隐藏着一丝厌恶 另外两名高阶法士凑在一起 第一声说着什么 似乎在商议如何破阵之势 片刻之后 两个人商量完毕 其中那个奇高无比的法式 一摇一晃之下 就在一团清光果冻下 到了黑袍人身边 天库先生 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此地的修士大阵 似乎比前一个还厉害三分的样子 而且听说 这里的元英旗修士也不少 恐怕要多花费些时间了 这名元英旗法师面带笑容 众着黑袍人说道 异常客气 不用我们先出手 他们已经要出来了 先试试这里修士的神通如何 再说吧 这黑袍修士摇摇头 声音嘶哑而生硬 还有含糊不清 竟仿佛没有舌头一般 让人听了极不舒服 但这话一出口啊 那竹竿般的寿高法师 就是已经急忙向雾海的方向望去 似乎对黑袍人所言 极为的信服 果然 下方原本静止不动的雾海 就在说话的一瞬间 翻滚不已 突然一分为二 显出了一道 数帐宽的通道出来 随后里面光芒闪动不定 飞射出七道长长的顿光 在雾海上方一阵盘旋 显出几个人影 那正是韩丽等人 在突眉大汉的建议下 这一次出来根本没有带低阶修士 除了那两名天台古的 结单旗修士之外 就只有冲须道士跟在其后 韩丽身形定下之后 目光朝着上边 一大片黑压压的法师望去 为首的十几名法师 自然引起他的注意 特别是呢 面目阴森 腰裔的黑袍人 更是让韩丽一看之下 目光不禁一缩 这个人给他的第一感觉 竟马上想起了 命丧他手的玄谷上人 难道对方真的是鬼羞不成 韩丽心中一灵 警惕心大气 那玄谷上人 尚未夺舍取魂身躯 同样是阴气森森 一身的鬼气 但是这个人的气息 好像又有点不同 这具体区别在哪儿 韩丽一时啊 也无法说清楚 就在韩丽等人 注视着天上的时候 上面的法师 一阵骚动后 那名怪莽缠身的法师 忽然化作一团 巨大火球 飞射而下 图梅劳这几人见此 全都目光冷冷的注视不语 没人露出什么惊慌之色 这名法师 若不是存心找死 否则 绝不敢一人主动动手的 果然 就在众修士不善的注视下 那巨大火球在离他们足有五六十丈的高处停了下来 但那熊熊燃烧的热焰 即使相隔如此之远 还是让众人眉头一皱 就暗自心惊了 火球中一个淡淡的人眼晃动几下 打雷般的巨大声响啊 就木然传出 直阵的附近的空间嗡嗡作响 让突梅大汉等人面色微变 对象 拜火不大上师 呼要 既然出来了 你们就打算先鄙视下神通再说吧 你们打算如何鄙视 一对一 还是不论人数混战一场啊 突梅大汉瞪着火球中的人影 想都不想的冰寒回答 一对一 生死各有天定 哈哈哈哈 好 这正合本上师之意 本上师就是你们第一阵的对手 你们谁先伤啊 这火球中的人影 一阵狂笑 竟直接肆无忌惮地叫阵了 突梅大汉等人自然大怒 那马姓老者更是面色一沉 脸线杀鸡 化身白光 飞顿而出 陆姓大汉见此犹豫了一下 并没有出口阻拦 就默认了让马姓老者 来斗着第一场法 毕竟在他心目中 除了这四名元英妻修士 除了韩丽这位新进阶的修士之外 他们三个实在说不准 谁的神通更大一点 空中火球闪耀 一箭白光飞出 二话不说 往高处飞射退回 片刻之后 两个人就一前一后 到了雾海和法式大军的中间位置 双方停下了顿光 如此一来 两个人都可以肆无忌惮地放心出手 不用怕对方有人突然插手大战 那突眉大汉忽然一转脸 冲一侧的麻脸修士 凝重地问道 这位木兰人大赏师神通如何 有什么特别的手段没有 他的火属性功法威力其大 特别他身上那只火蛇 尤其灵活 根本防不胜防啊 和我们一起驻守天台苦的另一位杰丹同道 就是被那只蛇缠身化为灰烬的 哦 是这样 顾兄 没记错的话 浩然阁的浩然正气爵 似乎水火不侵 客邪屁鬼 对上这名法士 应该能稍占一些上风吧 古双浦目光中迟疑一闪 缓缓地说道 这个不太好说呀 要是普通的火属性功法 浩然正气爵 对付自然毫无问题 但是我看 对面这法士 活体透体 分明已是得了天地灵火的三昧真地 恐怕浩然正气爵也不好克制啊 不过 我们几人中 也就只有马道友最适合对付此人了 竟浩然正气爵 即使无法克敌 但也不会受对方魔火的影响 更不于 有心或攻心之忧啊 哦 这突梅大汉文言 顿时印证了心中所想 长出了口气 脸上的神色 放下了一些 韩力 却对那火球中的火蟒 多看了两眼 心中一动之下 目光中蓝芒闪动了几下 面上忽然出现了古怪的神情 但随即就若无其事地恢复如常 这个时候 高空中的马姓老者双手一掐绝 一层柔和的白光浮现在他身上 同时一张嘴啊 核桃大小的荧光 从口中喷出迎风便长 化为了一只银白色的戒指 微微一颤之下 戒指荧光千唤 轻盈之声 犹如凤鸣九天 对面的枯药 则一反开始时候的猖狂 什么举动都没有 只是双手暴毙 在火光中冷眼相望 脸上引现讥讽之色 马脸老者见此心中恼怒无比 鼻中冷哼一声 就想抢先动手 可就在这时候啊 他耳中 传了一阵轻微的传音之声 声音几乎低不可闻 但却异常的清晰 马兴老者先师一惊 接着荧怡向下望了一眼 目光在下方 观战的几人身上一转 落在韩丽的身上 面现古怪之色 韩丽见此冲起微微一笑 这马兴老者心中一阵恶然 然后将信将疑一台手 望向枯药身上的怪蟒 面上渐渐患上了凝重之色 马兴老者目光闪动几下 阴沉向着对面的枯药问道 你身上的火蟒 不是普通的灵兽吧 你倒有几分眼力 我身上的火蟒乃是天地火灵 凝化生成 那是什么灵兽可比 火光中的枯药微微一呆 随后猙獰地笑起来了 接着身子一抖 身上的火蟒红光大放 突然飞舞上天 并在红光中投生出独角 覆天立爪 竟化身成为一只 红灵闪闪的火蟒 在枯药头顶张牙舞爪起来 下面观战的突眉大汗一惊 不仅脱手叫出来 火灵化形 一旁的古双谱 脸色也难看了下来 天空中的马兴老者心中 更是一沉 对方火属性功法的境界之高 竟达到了炼化火灵的地步 这绝非普通猿鹰奇修士能做到 恐怕要面对一场恶战了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